我就是我,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,天空海阔,要做最坚强的泡沫,我,张国荣1956年9月12日到2003年4月1日,生于香港,中国香港男歌手、演员、音乐人,影视各多期发展的代表之一。 中文名张国荣,原名张法宗,外文名Leslie,秋英,日,别名哥哥国籍,中国民族汉族特家名系,星座处女座血型,O型身高175厘米,体重70千克出生地,香港九龙出生日期195月,年9月12日逝世日期,2003年4月1日,职业歌手、演员、音乐人,第一夜院校英国律兹大学纺织管理系一年级经济公司环球 唱片代表作品《霸王别姬》,《阿菲征传》,《东斜吸毒》,《春光乍现》,《千语忧魂》,《曼妮可沉默世间》,《风继续吹》,《当年情》,我主要成就美国CNN全球五大指标音乐人香港乐坛最高荣誉,金针奖首位享誉韩国乐坛的华人歌手版,林国际电影节的首位亚洲男演员评委 美国CNN亚洲最伟大25位演员之一入选《大英百科全书》,此海,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之一,第十届上网电影机像奖最佳男主角日本影评人大,奖最佳外语片男主角十大金歌金曲,最受欢迎,南歌星巴次获得上网电影机像奖最佳男,主角其名五次入围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演员, 第三十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歌,取香港电影评论,学会大量最佳男演员主演电影《大王别姬》,荣获金松驴大奖,马来西亚金曲,荣誉大奖三次入围干内国际电影节,最佳男演员讲话与唱片, 在韩国销链记录报纸这集,观广东媒线爱好羽毛球,读书,绘画,家装,张国荣,1956年9月12月出生于香港,家中排行第十,也是最小的孩子,故有小名十载,父亲为香港著名洋服店的裁缝兼老板张国海,曾为好莱坞影星马龙白兰度,加利格拉特等定做衣服,张国荣少年时独身赴英国留学, 爱好时装设计的他考入英国历次大学就读导制专业,当时在英国他偶尔会到餐馆唱歌,后因父亲病重挫血返岗,1977年,张国荣一时兴起参加了歌唱比赛,想不到意外杜夏亚军,于是他开始自己的歌唱事业,随后张国荣出版,他生平第一张张利利克雷的文明不过出师不利,开始了七年的歌手生涯, 1983年以风济世吹成名,1984年演唱的Monica是香港歌坛第一支同获十大中文金曲,十大竞歌金曲的舞曲,1986年,1987年获竞歌金曲金奖,1987年凭借专辑爱慕,成为首位挡入韩国音乐史上的乐力歌手,华语唱片在韩国销量纪录保持者, 1988年,1989年获十大竞歌金曲,最受欢迎蓝歌星奖,1995年专辑宠爱,在韩国创销量纪录,1999年获向港月亮最高荣率金珍奖,2000年获CCTV MTV音乐盛典,亚洲最杰出艺人奖, 2010年入选美国CNN平出的过去50年里,全球最知名的20位歌手缘团,他擅长此曲创作,担任过MV导演,唱片监制,演唱会艺术总监等,1978年开始参演电视剧,80年代中期将事业重心移至影坛,成功塑造了宁采晨,续仔,成迭一,欧阳峰,何宝容等角色, 1991年凭借爱飞正传,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,1998年主演的霸王别姬,是中国电影史上手部获得他内国际电影绝金棕榈大奖的电影,并打破中国内地文艺片在美国的票房记录,他凭此片受到国际影坛的关注,获得日本影评人大奖最佳男主角,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次别贡献奖, 同年担任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,1998年成为首位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的亚洲男演员,2005年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, 2010年入选美国CNN评委史上最伟大的25位亚洲演员,同时他也热心公益慈善,2000年指导公益电影烟飞烟灭,要说当时的张国荣, 在香港娱乐圈乃至话娱乐圈有着什么样的地位,相信很多人会直接说其地位不一般的,但怎么个不一般法,还是要从具体的事件分析出来,从而证明哥哥的地位,确实是不同一般的高, 从而证明,他并不是因为被媒体神话,从而被人们铭记,而是因为他真的有这样的本事。 那时的香港娱乐圈,投资人一般都是地位非凡的大佬,而当时流传出来的照片中都能看到,在和大佬的合影中,张国荣是会站在一众明星的中心位置的, 包括九席中演示,也就是现在所说的C位,而且在与众多香港超一线影星的合影中都能看出,张国荣与他们的关系都十分的好, 许多后来被人们称为女神的演员,当时都是哥哥的迷妹,当然,让人们念念不忘,但还有他的作品,那些在当时的电影界和歌坛,都十分值得称赞的佳作,张国荣不仅体现在他的风都中, 还体现在他的演艺事业,演技及歌曲上的天赋,在媒体的评价中,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,是有着卓越贡献的影视艺术家,也是亚洲战略演艺界巅峰的顶级巨星,更是十几年来一直被尊为传奇的全能型艺人, 诸多称号被夹在他的身上,足以让人心声敬意,更重要的是,他的人品质的称赞,令所有熟悉的,接触过的人都会称赞的人, 在2003年4月1日晚上18点43分,张国荣因抑郁症病情失控,从香港东方文化酒店24楼健身中心坠下,紧急死亡玛丽,经医生检验入院嫌疑死亡, 18是45分,玛丽于19.6分宣告抢救无效,周宁46岁,什么样的男孩子以Leslie为名呢? 是那种借了父亲或长辈轿车的男孩子,斯文有理,清秀伶俐,张国荣就是这样,叫人在公众场所偶然见到, 只会的差异,这么漂亮,这是一书的刹那丧华,对张国荣的描述, Leslie也是张国荣的英文名,林青霞说,在香港演艺圈像张国荣这么重心意的人不多了, 迷震说,和张国荣谈些是一种享受,争议和丰富的人生经验都令人瞩目春风, 梁朝伟说,这十年我时而会想起他,他还经常在我梦里出现,如果你心里面有这个人,他去了哪里又有什么关系? 林青霞说,他是个懂生活,热爱生活的人,他是个再有魅力不过的男人,你喜欢他也好,爱他也好,一点也不奇怪,现在老还有这样的人呢? 张学友说,哥哥在我心目中,是唯一一个风流倜傥,敢言敢爱敢恨,对爱情专一,对事业专一,对朋友尽心爱护,心地善良的一个人, 陈奕雪在演唱会万人二可声中白场唱他的歌,能同土偶遇在这星球上,是某种缘分,我多么庆幸,如离别,你已尝出心灵上,宁愿有遗憾,意愿和你愿意尽,张国荣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, 但是他就像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老朋友,一直陪伴着爱他的人们,这么多年走来,钟情不改,他的每一首歌曲每一部电影在人们心中传成了永恒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